这里是大学哦 这里面走的都是大学生哦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呀 自从吴康七岁时被发现患有朱如正开始 他就没有上过一天的学 父亲之所以带吴康走进大学校园 是因为他想让儿子知道 在父亲的心目中 两个孩子的分量是一样的 做父亲从没有任何偏心 如果硬要说有偏心的话 那也是更冲这个长不大的大儿子 那是康哥没有得病的话 是不是你也是像弟弟一样 在学校读书也是个大学生的 你想不想成为大学生 快点 叫你上面写 洗几毁呢 叫你前面 简单的拼音吴康都能掌握 但由于身体原因 遇到单字 吴康就很难记住 吴炳文只能反反复复地教 看到27岁的大儿子 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半点提升 父亲吴炳文突然来了脾气 刚刚在家里这么写的 你写着五个东西呢 我做得好啊 你说是一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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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个狗都是那个 老个人写着五个东西 家里洗不好啊 家里怎么洗啊 洗不好啊 一向对儿子非常有耐心的吴炳文 怎么突然情绪失控 这让我们大祸不解 但是吴炳文并没有怪父亲 反而替父亲解释 觉得父亲是担心自己不识字 以后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那么吴炳文的情绪失控 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原因是 不是还要给压力 要给的压力 要给压力 不是算钱钱 我亲里有 我亲里还没有 两期 还谢谢 这是你妈 不是话都说不好 你不是说实话 他不想喝不喝 喝不喝好 但是他只要那个能力 你一等下 不好喝的 可能是什么 我又没了好多时间 我想不出了就交个人 如果以后呢 就只有我妈妈来了 吃的干什么 吃吃不下去 不用吃 不上去还不要吃的干 是吧 我不去 他们那个像那个情况 就在里面看着 就是说 对 我现在到里面 我就没了我的喝 人家要吃快 我机会选择了 我又不怕吃快了 我喝后 你要聋进来 也个人 也个人 不想把你拿到那个 好 不想用事 不用事 不用事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不需要的那种 我希望的那个家庭 你正因为我选择了跟你 挑起这个护挡 我已经选择了你 机缘我选择了你 我能接受吗 你就能承受物理所有的成员 能接受物理所有所有的成员 你就是 就是我也想着你能接受 你就是说我不希望你 我也不希望你做这个工作 我只希望那个理性 我只希望你能接受 吴康告诉我们 这个一直细心照顾他的穷阿姨 是父亲的女朋友 自从小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后 父亲一直没有再去 又当爹又当妈 拉扯他们兄弟俩长大 两年前穷阿姨认识了父亲 感动于吴炳文的坚强 所以一直陪伴他们父子左右 而吴炳文在得知儿子的病 不可能治愈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想方设法 让女友离开 我现在选择了你 就是想一下我的生活 你会不会走 我会不会走 他说不想把我拉进来 来承受这个 不该承受的责任 应该我说了 我已经选择了这个 我就有责任在一起 他想他走 我觉得不会放弃 我会不会承担 谁就这个 要是他走的话 你自己也愿意承担吴康 对 穷阿姨告诉我们 自从得知吴康目前的状况 吴炳文就三番四次地劝说 他离开这个家庭 或许在这个男人内心 情感上的不舍和理智上 让他离开 再相互拉扯 这个心结让吴炳文的情绪 也大受影响 可是善良的穷阿姨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会离开这个家 希望男友不要再赶他走 我说今天过来的 你去接他一下 好不好 我去 我去 还有 我阿姨也去了 什么时候也去了 什么时候也去 我住不了这么长时间 不用了 我们慢慢开 去吧 走 为了解开父亲和穷阿姨的心结 吴康私下 把在外地读大学的弟弟 叫了回来 因为不知道 儿子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吴炳文有点生气 不愿意去接小儿子 吴康从没单独出过门 这一次他能独立完成 接弟弟的重任吗 喂 你在哪里啊 弟弟从武汉过来 汉哥想要跟弟弟说什么 得知吴康要单独出门 穷阿姨赶紧跟随过来 一路上尽心地照顾吴康 他不明白 人小鬼大的吴康 到底要做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远在外地 读大学的弟弟叫回来呢 你看 你看 快来 一直在寻找弟弟的吴康 听到穷阿姨的叫喊声迅速回头 立马扑向了弟弟吴飞的怀里 二十岁的弟弟吴飞 嫌熟地张开双手 拥抱了二十七岁的哥哥吴康 好吧 前方游戏 他就不舒服 这只不舒服 他就不舒服 接着吴飞吧 马扑让他回来 在车上吧 马扑上就来一趟 滑上了很明显了吧 弟弟 这个马里清马中间 弟弟无非告诉我们 虽然自己上大学后 跟哥哥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两人的兄弟情谊 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学生 就觉得跟旁人眼中的小矮人 哥哥站在一起有什么丢脸的 哪怕哥哥永远停留在四岁 那也是他的哥哥 虽然不知道大儿子把小儿子叫回来想做什么 但是吴秉文还是赶紧去医院饭堂 细心挑选着儿子们喜欢吃的菜式 在他眼里两个儿子都是他的宝贝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兄弟两人正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见到父亲 小儿子无非欣喜地跑去拥抱 一句简单的问候 父子两人手打手 肩搭肩 这个经历磨难的家庭 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温情 而一旁的吴康 也是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 好像比你爸还高哦 是说比他高吗 是吗 你看是不是弟弟要比爸爸还要高 是不是 你说哪个帅一点 是爸爸帅爸爸好看一点啊 还是弟弟好看一点 弟弟帅一点 爸爸好帅啊 吴康兴奋地把弟弟带到父亲面前 用力地仰望着父亲与弟弟 一个劲打量父亲与弟弟 哪个比较高 吴康兴奋的怪病不仅没有击垮着父子三人 反而将他们的心拉得更加紧了 这是吴康到底跟弟弟在酝酿什么大计划呢 买蛋糕 买蛋糕干什么呀 和阿姨 他说买个蛋糕跟我一起 然后给阿姨吃 给阿姨是吧 为什么给阿姨啊 阿姨上个星期过生日吧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在这一边 这时候正好过来看我哥 所以说顺便就买个蛋糕 然后给阿姨 你也听说他们昨天有点闹矛盾是吧 好像是我爸好像怕火了吧 当天下午 吴康拉着弟弟来到蛋糕店 他希望弟弟能够跟他齐心协力 撮合父亲和穷阿姨在一起 可爱的吴康 他的心愿又能否达成呢 怎么了 回到医院的吴康立马跑到病房里让父亲单独出来 为了能让父亲不要再赶走爱他的穷阿姨 吴飞也加入了劝说队伍 那么吴炳文能理解两个儿子的良苦用心吗 昨天是不是和穷阿姨吵架了 那不叫什么吵架 那我听汉哥说什么 看你昨天又吵架了 没有 又吵架 昨天有什么生气的 生气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跟阿姨没东西 多年来兄弟两人缺少母爱 穷阿姨的出现 为这个原本残缺的家增添了许多欢乐 他们希望父亲和穷阿姨幸福 以后兄弟俩会一起孝顺父亲和穷阿姨的 看到孩子们如此懂事 不善言辞的吴炳文 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他默默地点燃了庆祝的蜡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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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海飞 他请您做的生意 对他说 你生意好像给你买的 更大哟 你们还没搞错 我还没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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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意了 这些孩子也会吵架 我还没有搞错 我还没有搞错 我还没有生气 我还没有生气 那就说了 SUSURY吧 我还没有生气 谢谢 谢谢 不会生气的 嗯 这两年吴炳文看着女友 为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 在内心深处 其实早已认同了这个老来伴 只是他还在等 等小儿子吴飞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的那一天 给女友一个正式的名分 阿姨你愿不愿意啊 愿意